波逆论,昨天说跟大家讲2021年经济 怎料讲讲这个圣诞使徒都未到2021年就完结了 2021年怎样看? 我希望可以年终复苏 希望可以年终复苏 但是复苏一定是水果打就不建设的 整个市场,但是在香港时是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有中国 香港时是中国,有中国内地会比较好 就是说整件事,因为中国的discover比较快 其实它不是因为recover比较快 而是因为它本来是上升轨的 你整个疫情阻止不了它是上升轨 我觉得欧洲是大陆的 整个世界体系,我觉得欧洲是接近马鱼的状况 所以很不太好 我们当我们预测未来 现在因为拜登的势比较好 我们当拜登一月真的上任到了 然后中美关系又有点缓和 那你看香港的 那个 无论是经济,政治上 我们是相轨并行的 就是不能够说 只是经济不断走 然后那个政治 大家仍然在打生打死 会不会 拜登上台就令到政治气氛和换了 经济都会好些? 我怀疑拜登上台会不会 会不会政治气氛和换 不过应该经济都会好些 因为整个疫情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好些 我怀疑拜登会不会 整个时候 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怀疑呢? 我觉得香港人金如记 大家忘记了当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大家忘记了当初的时候 打到中共啪啪声 大家说特朗普上台就翻山了 我记得当年大家都觉得特朗普都是伤人 伤人来的 怎会对中共会重手 香港人全部都金如记 分析界全部都很老 大家伤害出来的人 很金如记 不记得了之前 正如他说特朗普下台的时候 特朗普下台之后 拜登上台股市一直倒下 他们忘记了特朗普当年上台的时候 大家都是说股市倒下 不停地自打 但大家继续出来 全部预测错了 我不知为什么人们的预测水平会这么差 很难说的 很多水平很差的那些 人工高过我和他们的 是的 所以没办法 你叫我说过一二二一一 我想 其实美国是刚刚下降轨 欧洲已经是长期下降轨 欧洲和英国 其他英国会作为最差 所以美国会作为局部的复数 欧洲应该是救不上 而中国就在那里 中国乘机抢位上了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是我认为会在那里 但是我认为会在那里 印度能不能够负担得起疫苗 负担得起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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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会不会负担得起的疫苗 印度会不会负担得起的疫苗 不是啊 之前已经有一些药品公司说 印度是授权他们自行去制造疫苗了 嗯 而且是很便宜的 在说是几元美金 我怀疑 老实说 你说他到底做到多少出来呢 因为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 其实我想如果他要做完整个疫苗工程 人人打完的话 我想这个真是要 印度的管治人力很有问题 印度没有管治人力 是一个没有管治人力的国家 所以我怀疑他整件事的问题 就是你根本不能令到人打 就是反过来 你就觉得可能印度最后 就因为他的那个状况是连累了其他 那不会的 哪有风土病啊 但是如果从香港来说 应该如果是可以加强中港融合 那会更好 中港融合的意思呢 其实你的看法会不会就是 就是在未来来说 我想无论是经济 我想就容易一点谈 因为事实上我想 只要是一些两边都有利的措施 就是落实的机会 就应该阻力不大 但是在政治上 现在仍然看得很紧 那这件事 会不会是令到大家都 就是仍然心方方啊 有很多人想着移民 你讲2021的经济状况 不是讲2021的政治状况 政治和经济有时是 政治状况一定是紧的 经济状况会松 就是你觉得会继续紧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 这个实际上就是 当初的时候大家都说 所有预测都错了 就是所有人都说 就是经济和政治在一起的 政治在收紧 经济是不能开放的 但是当初的时候 1989年之后 中国已经证明了就可以了 是可以证明了可以 政治在收紧 经济开放 现在他正在用这个办法 反而政治越收紧 经济越开放 政治越收紧 经济越开放 那个情况 就是民生会好了 年代到的下一个出现的环境 就是说大家都对政治会更加冷感 大家都继续搵食 没错 应该出现1967年之后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去到那时候 那时期仍然是经济起飞 就蓋过了大家的政治的想法 是的 可以这样 因为实际上 实际上 中国做了潜流未发挥 就是 中央一些潜流 就一直由这儿到那儿 一个位置 当你所有潜流都发挥了 就没有了 就是西方的问题 所有潜流都发挥了 但是中国还有很多 很穷的地方 很多潜流 很多空间是未发挥到的 所以还有一个增长 我接受你的说法 因为我经常都觉得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 是永恒不变的定律 尤其是这些政治经济的问题 有很多人就说 如你所说 有些人会觉得 一定要政治经济并行 但是确实我们都看到 很多例子 过去的一些历史来说 都未必一定 基本上我们读的读 读读读读读本 都是错的 很多都是宣传的 很多都是错的 不是都是错的 但是很多都是错的 19世纪的时候是对的 20世纪多数都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已经变了政治宣传 就是说 大约就是这样的 16、17世纪到19世纪 就是等于这个世界上的 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 就是百花齐放时代 但是到了20世纪之后 半期之后 就等于后期的时候 中国变了 如今定于一尊的时候 那样东西 全部都已经 没有了意见 没有了其他的百花齐放 那些思想存在 那就变成了整样东西 那个意识人态就很僵化了 周显 其实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你说 要香港人的对国家认同感 要加强 其实不是一定不行 但是我想做的时候 都有很多参考 参照的例子 很简单 例如 其实在美国读书的小孩子 他们在读幼稚园的时候 可能第一课 应该说他们很早期 已经读 这个 华盛顿斩樱图书 那件事 这个其实不是什么 新闻来的 很多人都知道 是假的 不是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华盛顿斩樱图书是真的 好像是真的 牛登 牛登 掉两个头才是假的 是的 问题就是 其实这些所谓的一些 有很形象性的偶像的人物 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街毛 透过这些认识这些街毛 去对国家产生认同感 我想这个是西方社会 正如你所说 就是他们的政治宣传的一种手段 中国就是隔壁锋 是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香港 可能是不是真的 我们都要想清楚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那个 大家社会之间 对国家的那个认同 共识要加强的话 就要从这个香港 那么特别的这个族群 去想一想有些什么 是很适合他们的 能够令到他们 对中国加深认同 而不是好像现在 譬如建制和泛民之间 那种壁里分明 建制就是那几个头面人物 是不是应该转一转 转后面就会好一点 我觉得第一 如果你是年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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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比较年轻大的 那些状况 你只能教他们 爱钱 你不能叫他们爱国 现在 不是啊 其实跟他们回去看多些 让他们了解一下内地的状况 我说的那些了解 不是只是看游山换水 是说他们真的可以很落地去 从民间间来看 我想如果是洗了脑 产生自己一种在那里的族群的共鸣感 我想洗了脑 很难回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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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我们2008的时候 看北京奥运的时候 我们都 真的 你十年了 我从来都没有 所以这个不捨 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 他们那些人 那些人 你多洗十年老是完全不同的 嗯 那些 转了 那些人 你转不回去 那些人 你转不回去 那些人 就将他们 变成一个 不爱国又不恨国 大家只是贪钱的人 你可以这样转 但是你不能转 转做 转做是一个爱国 或者转做什么 那些是 你做不到的 所以 但是问题 那些人 我想会有几十万人移民 有百多万人移民 这个我说了很久 这个我和你的看法有点不同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 现在大家站得这么硬 或者社会气氛 那么健拔露 当然不行 但是 其实正如刚才所说 体育明星 体育运动 或者一些 经济发展的一些成就 往往这些都是令到人 可以重新认识一些事物的 不过这样 我绝对不是想和大家 咬来咬去 只不过大家各自表述一下 OK 好 多谢先 今天聊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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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